记者陈光为张化报道,张化五星共产四金,26日依法执行拆除,张化县政府派出17台怪兽进驻,不打算留下一砖一瓦,屋主为名人判到最后还是等不到共产党大军来声援,只能跟爱国同心会与少数支持者共16人,最后一次在四前升五星旗,场面之冷清, 让执行拆除的张化县府与警方都大感意外,不免唏嘘,怪兽都必生气的人多,张化县二水香百年古差避云禅寺在增建时,遭建伤魏明人以不正当手段取得产权,原住持尼姑们只能为赶往一旁,搭铁皮乌公佛,魏明人把神像移出后更名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民族思想教育基地,每天播放中国国歌声五星旗,还摆上毛泽东等共产党人肖像赵摩拜,把民主当民主的荒唐行为引起国际传媒关注与国人愤怒,怒批张化之耻。 张化县政府不再容忍,寄出铁腕拆楼拔旗,张化县警方今日出动600名警力,从拆除范围前一公里的山脚路路段就进行人车管制,100公尺前在部署警方人抢,场内更有特警戒备。 张化县副县长林明玉择亲律师七台大小怪兽到场,县议员许舒韦,二水乡张正苍阳与近百相亲也到场关切,要在共产基地展现人海战术。 魏明人昨日号召最后一次升旗,仅有20名民众陪唱,今日基地就要被攻陷依然等不到声援,最后与15位支持者唱完义勇军进行曲后立即将旗。 默默地持住五星期下山,多年闹剧如今草草落幕,林明玉说,2012年4月碧云禅寺扩建部分被查报为张列管,屋主为名人目无法记还作为中共爱国基地,对国土安全,环境,人员都已产生威胁,台湾容人一岛极限,因此进行拆除。 张化县政府建设处长刘玉平表示,这次共计要拆除实质违建,山坡地禁建,2800平方公尺与程序违建,为请建造,2500平方公尺,拆除怪手48小时不停工,预计一周内拆除完毕,拆除费用500万元,将与法治单位讨论后向魏明人求偿。 好